陳時中在這個辯論會上一直講到說 您對他的提問都是問一次兩次他要回答幾次 會不會覺得這樣的態度 您怎麼看他在辯論會上回答您的問題 陳時中先生哪一次講清楚了 哪一次對民眾的疑問說明清楚 所以其實我想 如果今天他對於高端疫苗EUA的審查 整個採購的過程相關的價格 能夠很清楚的攤在陽光下告訴國人 我想民眾也不會想要再問一次 問第二次 問第三次 而且我想這個部分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場 希望代替人民追求真相 我想民眾有值得權利 所以我們才希望能夠藉由今天辯論會的場合 陳時中先生可以清楚向國人交代 但很可惜他沒有 我想請教 因為剛剛陳時中在辯論的時候提到說 新竹換台北你好沒有正面回應 那當初這是由趙紹康提出的 會這樣提是因為選情緊張嗎 那你怎麼看陳時中說趙紹康就是你的側翼 希望陳時中先生 他不要在台北想著新竹 應該多關心一下台北 而且其實今天是辯論會 我們就有很多公共議題來討論 而不是選舉策略會 所以我希望說陳時中先生和他的幕僚 其實應該了解到 我們不管在辯論會或這一次的選舉 其實應該回歸到市民關心的議題 以及了解市民的需求 提出政策牛肉 以及未來不化的藍圖跟願景 其實就是因為你不斷的在家裡 如果有什麼事情就有可能 我們就是在美貓的那裡 那裡的意思是 我們可以去拿去